你要出去啊 我明天一早啊 要去外地参见一个好朋友的婚礼 我上午去 乘去下午赶回来 对了 决心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放心吧 洗完作业了 阿姨 刘老师 我跟课做完了 不要回家了 不要来吃晚饭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这阵子常来这里 有刘老师教我做功课 有阿姨给我做饭 我真的很很感谢的 不过我今天答应妈妈回家吃饭 答应妈妈了 那好 你回去跟你妈妈说 让她改天来找我玩 我请她吃饭 不行 我不能让妈妈知道我来这里的 这是为什么呀 我 我妈妈个性很奇怪的 平常不与人来往 也不太理人 我也觉得她妈妈有点奇怪 每次我想去精英家玩的时候 她总是怕得要命 你 我想啊 她妈妈肯定是个虎姑婆 薛薛 小孩子不是这么说话 哦 清清啊 这样吧 刘老师那感觉再去一趟我家 给你妈妈说一说啊 不用了 不用了 拜托老师 你 你就别再去我家了 天晓 孩子担心 那你就别去了 晶晶 你有时间你常来玩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好 谢谢阿姨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刘老师再见 晶晶再见 阿姨再见 刘萱再见 刘萱再见 等一下 爸 我想陪晶晶去坐车 好 去吧 走 这个晶晶啊 长得真是人的恋爱啊 是啊 我特别喜欢她 我在想 要是我的女儿还在的话 应该跟她长得很像 明军啊 这些年 听你提起过好几次女儿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年我也一直没说过 当年 晶晶啊 你可不可以去我们家多晚一会儿 不行啊 我妈会着急 难道 你功课没写完 来 累死我了 这自行车骑这么快 刚才是进这儿了 那是宁明军的车吧 对 是住这儿 他一定住这儿 他一定住这儿 那是什么呢